来到地球的比鲁斯不仅先被小孩次一连水 还被不殴抢食物 最后竟直接挨了不满一个大逼兜 身为凶神的他何时受过这委屈 惊天地球必须消失 悟天和特兰克斯赶紧合体上前 不知比鲁斯身份的他还嚣张挑衅 接着使出自创绝招 超级百万吨特别滚滚拳轰向对方 识别的悟天克斯火力全开疯狂输出 可这点实力根本不够 看比鲁斯只是两根手指就让他无法动摆 毕竟身为神职比鲁斯懒得跟他计较 可谁知悟天克斯竟又嘲讽 为了曲曲布丁就闹得这么大还真是幼稚 这直接把比鲁斯惹火净感说美食是小事 为了惩罚出言不逊 比鲁斯对悟天克斯手臂疯狂输出 只把他手打得肿成一个包 破坏地球依然继续比克等人 当然也不可能坐以待避 可不仅他们的攻击完全无效 比鲁斯只是释放气息就把他们全部震成重伤 见此情况琪琪上来呵斥克林 你老婆都上了你竟然还处在这里 克林若若回答我早已退营武术界 而且还有女儿要照顾 谁知雅木茬突然跑来 靠谱地说女儿就让我来照顾吧 你就尽情地去战斗 突然误犯一声爆喝终于出声 这就是破坏神的实力神范 竟也顶不住一击 他再次拒出超大能量波炸地球 船上的众人都已绝望 难道真的就此灵灭吗 不然音乐欢快起来 悟空终于恢复赶 他首先祝不马生日快乐 不马表情不悦大哥 你不看看现在什么情况 谁知悟空理解错误 以为他是想要礼物 见他们喋喋不休破坏神提醒我要开始炸 悟空赶紧对他说快艇我有办法找到超赛神 但需要给我一点点时间 这对比鲁斯无比重要 他这一趟主要就是来找这个对手 斟酌后只见超大能量波直接消散 心中暗道如果敢骗我 那不仅地球整个太阳系我都要他消失 悟空的方法当然是龙珠 念出咒语一道金光从龙珠中直冲天际 金光快速幻化神龙出现 听到悟空的愿望神龙果然自信广是小菜一碟 可听到悟空说是比鲁斯要找他的画风突然变得滑稽 左找右找果然看到比鲁斯就坐在一旁 他吓得赶紧低下头请安 弱弱地说抱歉我飞得有点高 实在对你有失礼节 比鲁斯不耐烦催促快把超赛神给我带来 可神龙害怕地表示我其实不能把他带来 神龙吓得是满头大汗赶紧把话说完 原来超赛神现如今并不存在 但他有造出超赛神的方法 见比鲁斯神情依然不约他结巴着赶紧继续说 需要五名赛亚人将能量注入另一名 拥有正义之心的赛亚人体内 这样那个人就能成为超赛神了 说完方法后神龙立刻表示我可以退场了吗 而比鲁斯正在思考根本不搭理他 他只好拍一通马屁赶紧离去 就这样由悟空为主的超赛神制造开始了